两个 三个 四个资料 四个资料里面其中有一个资料 ID部分 我要不是存在自己 纸类别里面 而是要存在哪里 我要存在副类别里面 ID部分是要放在副类别里面的 而不是放在我纸类别里面的话 那我用什么方式可以放到副类别呢 就输口刮符 后面的话就是怎么样 传递ID进去 另外还有名字 如果我的id跟name 我要把它存在副类别 那你就把id跟name 透过super的关键词 就传送到副类别 存在副类别的 这个里面 这个成员变数里面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实际上来看一下 我们的 画面 那最后如果你要存取的话 加那个super.name super.id 因为我刚不是存进去 存的方式是透过super 刮符 用建构纸的方式 放在副类别 那你要把它抓回来的话 就是super.name super.id 这样就可以了 存的话是建构纸 取的话就是super.name 你哪一个成员变数 OK 这个是属性 属性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城市部分 这个在 5-1-5的地方 里面有哪一些部分 第一个一样 在跟前面的那个类别名字一样 也是person 那差别的部分在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在建构纸 在前面的范例里面没有建构纸 在这个范例里面我们多个建构纸 这个建构纸 里面做哪些事情呢 一个 一样名称 传两个东西 一个是id 一个是name 我想这部分没问题 然后再来的话 我要怎么样把 这个传进来的id 放到我的这个id里面呢 其实 也可以用关键字 list.id 打一个list .id 跟list.name 不过同学有问到 老师那有些地方 有点 有list 有些地方没有list 其实在这里 你如果没有打list 也是指向自己本身 所以你如果把 这个地方把list 拿掉的话 一样是存取 存取到哪里呢 存取到id 所以这地方 如果你们可以试试看 把list去掉的话 基本上一样是存取到这个id 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地方呢 没有其他的 这个成员变数 所以这地方的话 list 指的是 自己本身 存取 先会找到这个 list.class person 再会看他的成员变数里面id 把它做一个储存的动作 然后分别把id跟name 存放在哪里 存放在 我们的成员变数里面 那这个成员变数是 person本身 再来的话 再 cont 加加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多增加一个什么 cont 这个cont 是计算学生能处 因为我孤教一次 就一个学生 再孤教一次就一个学生 不过我们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有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cont 我宣告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多一个cont 预设值等于0 然后它是一个 硬程 的一个 整数值 不过呢 要特别注意 前面多了一个什么 Static 诶 对 对 谢谢大家